索恩在农场狩猎到一头野猪后 直接原地就给切成了小块 因为距离营地还有几十公里 为了防止食物腐烂变质 他将所有的猪肉全部打包进了羊皮坛里 虽然不能保住食物的新鲜 但防止苍蝇什么的指定是够用了 马特正在荒野寻找合适的扎营点 为了找到更多的猎物 他准备往海拔堤的位置靠近 眼看今天马上就要天黑 他在悬崖下找了一个山洞准备过夜 在这附近有很多松鼠的脚印 所以马特还要设置一些陷阱 用来捕获明天的早饭 材料什么就用木头和石头代替 直接在石板下设置上机关装置 这样有猎物上门就会被压成薯片 托尼准备全手工制作一个太阳能烘干架 材料就用吸板和后玻璃代替 直接切下木块当做框架 然后在底下和正面 安放上吸板和玻璃 等到完工后就是这个模样 前面玻璃保持透光 后面吸板用来吸热 因为聚集太阳需要呈现最佳角度 所以女友提出建议 制作一个自由调节角度装置 有了思路还不够 剩下的还要托尼慢慢搞定 索恩走了一天的路程 终于和自己的女友见了面 两人啥也不说 仙腻歪一阵 等到完事后这才响起 还有猪肉要处理 看到眼前满满一桌的猪肉 女友表示十分欣慰 为了进行储存 他们先将猪肉切成小块 然后均匀涂抹上食盐后 放进罐子里进行密封 眼看自己家玻璃瓶告急 索恩还要制作一个烘干装置 用来烟熏 材料什么就用丛林四处可见的木材代替 托尼夫妇还在想 怎么制作自由调节装置 从附近找来木头 将它修剪成两块木材 完事后直接用它进行支撑 等到完成后就像这个样子 虽然看着简陋 但烘烤效果应该不赖 直接取来鹿肉 将它放进箱子内进行保存 苍蝇什么就不是 自己所需要担心的问题了 正在想办法存钱的科尔伯特 今天接到朋友电话 他们农场附近 有很多的胶囊需要处理 如果能成功不仅有皮毛百拿 对方还愿付上一笔不菲的奖金 科尔伯特二话不说就赶到了现场 但等到来到丛林后 这才发现情况不像朋友说的那么简单 彪悍的蛟狼在这里为所欲为惯了 这四处都是动物的尸体 眼看自己也会面临被吃的风险 科尔伯特准备 先设置几个陷阱再说 幼儿就用保存了几个月的鹿肉 顺便在上面撒上一点母狼尿 这也算得上是美狼剂的一种 虽然道理我都懂 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大爷什么尿都有 马特今天出门检查陷阱 幸运的是里面居然抓到了一只老鼠 拿到草堆前直接包皮处理 马特表示 这就像包糖果壳一样的简单 完事后放到火上进行烘烤 虽然味道不怎么样 但补充蛋白质应该是足够了 科尔伯特带着一头蛟狼回到自己的住所 经过那么多天的狩猎 他只抓到了这一头的猎物 直接剥下兽皮用来晾干 剩下的狼肉还可以留着自己食用 制作兽皮最好材料就是露脑 只需将里面的脂肪全部揉碎后就能用来制格 等到水温合适后 直接放入皮毛进行揉搓 这样能让兽皮保持柔软舒适 等到完成这些 他还要让它变得蓬松 直接找来木棍进行拉扯 这样能让里面的纤维变得更加松软 托尼夫妇为了节约开支 今天来到了垃圾站 这次他们准备找一个可以充当浴缸的容器 顺着垃圾堆一顿寻找 很快托尼就在角落有了发现 虽然老旧 但应该还能使用 托尼直接躺进去试试 这大小应该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有了这样的收获 接下来两人还要想办法 把这个百十斤重的浴缸给搬运上车 女友从附近找来两根铁轨 这样滑动搬运 应该会节约很多的体力 效果也确实不赖 等到回到自己的营地 两人决定把浴缸搭建在裸露的山坡上 整个露天浴室可还行 地面先用东西敲屏 然后底下用砖头填膏 这样冬天到来就可以在底下生活取暖 这个小女还是索恩的女儿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生父原始丛林的家 虽然不是自己的亲骨肉 但小女友还是十分支持她完成父亲的责任 根据她和前妻的规定 女儿只能在这待上三天 为了给她一个难忘的经历 索恩准备带她出门狩猎 只是在此之前 她还要帮女儿制作一个专属武器 至于材料 就用丛林中四处可见的竹子代替 她全程都让女儿自己动手 据说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马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营地 这片丛林的动物 还是没有她想的那么丰富 眼看四周环境类似 她今天准备设置几个陷阱 看看出肉绿 等到完成手头的工作 她还要在附近搭建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这片斜坡可以用来搭建一个斜坡小屋 材料什么的 附近遍地都是 树叶可以保暖 树枝可以用来承重 只是想要完成 还要先做好基础框架的搭建 科尔伯特为了售卖皮毛 准备去参加一个山区居民售卖会 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时机 不求能卖上很多钱 但只要能还清税款就行 参加这场活动的都是传统的手艺人 所以她并不担心 自己的货会卖不出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叫本 她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她听说科尔伯特要来 特意给他留了一个好位置 她希望自己的瘦皮 可以卖到40美元一张的高价 但能不能行还要看之后的了 第一个前来问价的人 准备买两块原材料做帽子 对方看上一张浣熊毛和一块胶狼皮 科尔伯特出价75美元 但对方还价60 科尔伯特想想也行 但对方要请自己喝杯咖啡 索恩和女儿用竹子制作了一张工 现在正式测试的时候 可能是遗传了索恩的原因 虽然力道不够 但女儿第一次就设得很准 她觉得女儿已经做好了打猎的准备 接下来就该带她去户外实战一班 科尔伯特在完成第一单交易后 就没再碰到买家 眼看货药烂在自己手里 她决定上门一个个推销 但就在不久后 天上就下起了小雨 科尔伯特担心自己的皮毛受潮 只能回去收拾一下 现在她的心情可不是一般的难受 索恩带着女儿来到狩猎区 这附近有很多的松树 常年在这活动 所以她觉得这是女儿学习打猎的最好机会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出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小松树 索恩表示 一切都让女儿自己摸索 年龄那么小 没有多大力气 射不重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安慰女儿一番后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弓箭给找回来 身处丛林的马特还在搭建房子 用坚固的木头做好大置框架 然后在屋顶堆上厚厚的干草和落叶 按照她的猜想 虽然抵挡不了大风大浪 但这风挡雨应该是够用了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服 她还在地上做了一个草床 科尔伯特的小店一直无人光顾 眼看时间不早 她心里变得更加着急 朋友来找她唠嗑 无意中看到了她腰间的猎枪 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型号 想必是古董级别的玩意 她带科尔伯特找到一位专家鉴定 经过一番摸索 最后人家给出话来 这款来福枪是出自1859年 双扳机的设计也十分的少见 最有意思的枪管还经过改良 科尔伯特眼看对方如此喜欢 问他愿意开价多少 刚开始对方开价200美元 但经过几个讨价还价 最终他们以400美元成交 除了要交300美元税款 剩下的100美元 她还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索恩带着女儿还在丛林狩猎 为了给女儿展示一番自己的绝招 索恩直接拉动射击 但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这次居然刚好命中眼前的猎物 女儿表示自己心情无畏杂陈 松鼠那么可爱 为什么那么好吃 马特已经在山脚驻扎好了营地 作为本季过得最为窘迫的选手 现在她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吃的 地上这些红色的小花 叫做印第安花笔花 虽然味道不怎么样 却能补充碳水化合物 右手边这个较小苹果花 味道香甜是不错的调料 沿着山脊一路摸索 很快她就来到了一片潮湿的沙地前 这上面大大小小 全是美洲式的脚印 一般人看到估计第一个想法就是逃跑 但马特不一样 她觉得狮子能在这里吃饱 她也可以 最近几天 托尼夫妇所在的山区迎来了降温 天气冷 加上电瓶不给力 车子总是打不着火 为了节约成本 今天她准备制作一个自动发电装置 因为要放的高才能有足够的强风 所以夫妻俩现在准备 制作一个木塔当做支架 托尼表示 这是自己第一次制作风车 能不能行现在连她心里也没底 股炸尼